有人说,网络红人大司马严厉批评莫言,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和一个认知错误。 他翻出莫言在一次讲座当中所阐述的关于文学创作的观点,对其大加鞭挞,引起了网络上热烈的争论。 他的粉丝当然是纷纷的拍手称快,给司马网红叫好喝彩。 其实司马网红对于莫言的言论绝对不是会错了意,不是他没有真正的理解莫言观点的本意,而是他压根就不关心莫言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司马网红对于莫言的诺贝尔奖颁奖词,颇有微词。 他认为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殊荣,是因为他投西方所好,是靠讲中国的苦难以自暴家丑的做法,取悦洋人。 其实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,这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。 大家看看,那些流芳百世的世界名著,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,几乎都是揭露社会黑暗和人民苦难的杰作。 看司马网红的文章也好,视频也好,给人的总体感觉是,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淡化,漠视乃至忽视,甚至歪曲,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伟大成就。 他很喜欢夸大当下的矛盾问题,而又极力的美化过去,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形成巨大的落差,巨大的反差。 难怪网上有人说,司马网红是反对改革开放,意图使我们这个社会全面的开倒车。 从某种意义上看,这个说法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。 他为什么要批莫言? 其实,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,就已经给出了答案。 莫言明确表示,他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,他认为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他的成就。 很明显这是为改革开放说好话。 莫言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不是迎合西方的意识形态,不在于是不是揭露,而是他的这一立场让司马大网红不太满意。 因为莫言赞美的是改革开放,可是在司马网红这些人眼里,这就是他的原罪。 什么颁奖词也好,揭露也罢,都只是表象。 是司马网红这些人,通过观点先行的有罪推定,这是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。 司马网红常常把真理二字挂在嘴边上,动不动就大谈敌对势力。 他最擅长的,就是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那一套。 没有敌人,那就制造敌人,要不然怎么搞斗争呢? 哪怕自己前后矛盾,逻辑混乱,哪怕自己屡次被打脸,那也认为是别人不行,是别人的问题。 口是心非,颠倒黑白,非金而是左,总觉得昨天更好,总觉得过去更好。 否定之前的落后和今天的进步,哪怕你有道理,即使你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,哪怕你真的强大了,也要把你说的是危机四伏,把你的进步说成是假的。 把改革以前的社会说成是理想社会,那简直没有任何缺点。 鼓吹民营资本,掏空国家等等,耸人听闻的说法,到底是想干什么呢? 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,就是没有矛盾制造矛盾,目的是为了重提继续革命。 所以才要往那些改革开放的七手身上泼脏水。 网上居然有人说坚决支持人民的大救星司马网红老师,这种思维和话语方式,大家是不是似曾相识啊? 这些人口口声声爱国,口口声声为了底层人民群众着想,这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? 大搞舆论撕裂,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,他们才是在配合西方在国内制造认知混乱和群体矛盾? 这些人很有意思,一说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,他只跟解放前相比较,可是一说到现在呢,就跟发达国家比,这是不是双标不讲理? 嘴里喊着爱中国,去悄悄的往美国送钱又送人,他们大力鼓吹金不如锡,不过就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已,我们会真的相信他们吗? 感谢观看